Norso no sir 我sau sir 我們今天要 Gumma 看我們做到很多東西對不對 你們現在才看到一點點的咬 其實我現在做到全部白滿了 因為 我知道大家暑假到 然後加上我們的商城即將開放 我決定今天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假面騎士 所有變身商品的一個購買攻略好不好 可是我這邊購買攻略 並不是教你說去哪裡買 因為有時候要買到便宜商品 是要有一種機緣的 我們今天是要教大家如何分辨 DX SG跟GP 這三個的差異性好不好 然後我們會詳細說明明說 為什麼講明顯是 同一個東西怎麼又有DX SG又有GP 不不不不不 所以我們今天桌上準備了 非常非常多種的一個變身道具 因為呢我要先講一下 舊平等系列基本上是沒有SG GP這種東西的 他們是不存在的 正式開始的是從W開始 所以我們今天會以W的變身商品 開始介紹 然後介紹到我們的01好不好 啊有一些大家比較熟的 我可能就點到為止 啊我盡量點一些大家不熟 然後我們會示範一些玩給大家看好不好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忙來講一下 何謂DX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非常非常執著於DX 聲光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優秀嘛 但是呢你們要知道 電視有播 電視有給他特寫 這種東西才會給他DX好不好 不然真的來說 路可能只是在畫面閃過一下 或是場景在路過去看到一下 或是主角拿出來一下就收起來的話 這種東西分類在於GP或是SG部分 所以呢我們剛才這樣講的 電視有播 有給特寫 有自己的專屬型態 這種東西通常都有出DX 我不敢保證100%好不好 還是有例外 DX非常簡單 我們要講一下我們這一個重點 SG跟GP 這兩個東西我會直接把合在一起 SG的販售方法 這種合完版本的話 我們都通稱為SG版本 在日本的話他們是配合一些吃的東西 一起賣一起出售 那何謂GP 我現在說沒有 GP就是轉蛋的一個翻譯 GP跟SG其實本質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因為呢他們都取消掉非常非常重點的那個光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啦 但是還是有例外好不好 GP跟SG還有一個差異就是說呢 我們要看SG它是盒裝嘛 所以盒裝的東西的話 它可能就不用分解那麼多 GP的東西因為它是在翻扭蛋裡面 它是一個扭蛋殼 所以它就會這樣子拼拼湊 所以到時候GP你突然拿出來之後 還要必須把它接起來才可以使用 造型上可能會稍微再弱了一些 但是呢也沒關係好不好 我覺得還算OK啦 所以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簡單的一個 GP SG跟DX的三個差異性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前導講完了非常久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玩一下 OK嗎 我們先講一下W片SG跟GP系列 非常非常佛心 劇中有出現多的記憶體 基本上就是主角群用的那幾個記憶體 然後剩下之後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記憶體出現嘛 雖然那個時候的SG跟GP 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傳說騎士類型的啊 可是絕大部分好像都在出傳說騎士耶 不然就是 這一種整合版型的一個記憶體 這時候的SG跟GP都非常非常有趣 都會扭在一些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我穿假面騎士X啊 KUGA的一個記憶體 特殊的整合版 W的記憶體有推出DX的版本 就像是那幾隻 就是大家熟知的 基本上剩下的絕大多都是SG好不好 雖然我現在這首邊就是CSM版本的啊 但是呢 它外觀本身上也沒差太多 頂多就是這個貼紙沒有那麼的精美 然後這貼紙比較精美一些而已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地方都差不多啊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啊 我們先聽CSM版的一個聲音 YOKA 然後再聽一下這個 Double Cycron YOKA 欸有沒有 它Solo的聲音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這個確定就是說 YOKA 有沒有 就是缺乏光芒 有沒有 差距沒有任何的帶基因 這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呢 一支就可以玩到全部 只是確定就是這邊沒有任何光芒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惜啊 單買這隻記憶體不買腰帶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你看喔 有沒有 如果家裡空間真的沒那麼大 我就沒那麼有錢 單買這記憶體一樣是可以玩到變身音效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這個的話 SG跟GP是你最好的選擇 不一定要買到DX 歐子偏 完全 沒差 就算是這個最唬爛的一個年代啦 它手邊有兩個不一樣 可是我分不上去哪個是DX哪個是SG 所以有講錯情境啊 但是我覺得他們刷出來的本質都一模一樣 我現在手上這兩個硬幣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屬於不同版本的硬幣喔 這個背面是全黑 然後這個背面有星星 我要先講的這邊是我以下個人的推論 假面奇大運動那個基台之中呢 他們是可以刷硬幣去增強你當下的卡片 這些硬幣最主要是要拿來刷 拿來強化而已 在這個時代的一個非常爽一點就是 歐子的硬幣到現在都這麼便宜 最主要原因就是 DX、SG、GP 根本沒差 基本上你們歐子拿哪一組硬幣都沒關係 細胞硬幣 對就是銀色那個 非常非常貴 所以細胞硬幣的話 就算有就好 不要多收 所以這算是歐子的一個小小技巧 因為歐子的話就算大家戴手機補過 所以我們就稍微戴過就好 因為它本身刷起來那種是一模一樣的 貼紙做一個分辨 也沒搭來聲光 所以你也沒辦法化繭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兩個貼紋的開關 我現在應該能篤定 應該其中有一個應該是屬於可玩版 這種是屬於亮亮的那種貼紙 然後呢這邊的話 這個是屬於一般的反光貼紙 可動開關都是保留的 有沒有發現 完全保留 所以基本上這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 他們還是有幾個開關比較特別的 比如說像NS 還有一個東西也差相當多 扭蛋版本的一個 No.40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DX版本 有感受出來了嗎 在這種比較特別的型態 或是最終形態史 DX版本或是GP版本的差異 就會跟鬼一樣大好不好 Force的購買攻略很簡單 在這種比較特殊的型態 盡量都去買DX版本 會比較划算 然後剩下的話 GP或是SG都沒差 不開任何開關的情況下 玩這兩個好不好 DX版本 DX版本 好轉戰板 好沒有任何的音效 然後呢 有沒有就是這樣 然後呢 這時候它要長壓 完全不一樣 而且聲音超小 音效長度還被閹割 RESA 對它的SG跟GP真的都不是很熟 因為最早的點是太混亂了 我根本分不出來 大家看這是我們的核玩版 它會發光 不管是DX還是SG 它全部都會發光 所以根本沒差 這個我就不太想展示 因為基本上它們每個都會發光 所以基本上本質上是完全沒差異 但是 我要先講一下 它有一個例外 無限那個戒指 非DX跟DX就差很多 因為非DX不會發亮 所以呢 這個是大家要注意一個點 最終形態記得要買DX版 就這樣 蓋5篇好不好 官方開始慢慢抓到 什麼區別SG跟DX的一個差異了 首先就是我們基本的一個DX版本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會發光的 如果你是非DX版本 這個是我們的新鮮柳層 然後呢 新鮮柳層我們壓一下 它是並沒有任何聲音的 它這個的話 是要必須配合壓後面這個鍵 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盡量讓這個的玩法 變得麻煩一些的一個設計 新鮮柳層這個東西 它是並沒有出DX版本的 所以呢 凱瑀也是同一個通病就是說 可能在劇中有些有出現過 但是卻沒有出現 對DX版本 就像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戰戒一下巴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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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 Charge On stage 整體看起來感覺也不會到差非常多 除了這個切下去之後 必須要把這個往下壓沒有光芒之外 我覺得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這種普通切的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差多少 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要講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東西 這種能量鎖就差非常非常多 這是我們的核玩版然後這個是我們的DX版本 有發現光外觀上它這個是採用全透明比較好看 然後這是採用一個塑膠色 雖然大小是一樣但是本質要差非常多 也是要配個後面吸壓 所以要不這樣子 聲音雖然一樣但是它缺乏的光芒 沒有任何感覺嘛 我們這台夾在腰帶就會真的差很多了 我們測試核玩版給大家看喔 我們測試核玩版給大家看喔 有發現我們這個還要 自己掰開 它們在能量鎖頭的部分它們修正了非常非常之多 就是要逼你去買DX版本的 所以你不買DX版本就是必須自己擺之我覺得最可惜的點 雖然音效有保留 但是整體玩起來就是不爽 這樣一般鎖的話 SGDX版都非常推薦收 但是能量版本的話 建議是要收我們的DX版本玩起來會比較爽快一點 DRIVE DRIVE的東西 也沒差多少 我們排定是排在8月份才會開箱這個旗子 所以各位再忍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只先稍微介紹它的東西 我們以這兩台戰車進行一個介紹好了 這個是核玩版本 然後這是DX版本 這個的話是採用一些比較金屬色澤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普通塑膠色澤 這個貼紙的話它也只是一般貼 然後這個的話是採用一個反光貼紙的一個設計 我測試DX給你們看喔 它這個DX版本是這樣子 男主要變成它就會把它轉過來嘛 如果是非DX 欸 一次又成功欸 蛤 如果是非DX要站的時候是這樣 有沒有 就是沒有辦法一次轉過來啦 啊但是呢 你轉久的時候它會鬆 轉上面做一個改動 就是說 它就讓它多加在幾層 而不會像DX版本 DX版本基本上是 一轉直接倒 不會發現卡到一半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DRIVE偏的話 我是建議什麼都可以收 啊但是呢 我們車側的最終形態 並沒有出SG版本 所以呢最終形態還是必須買DX 我們現在預期一次DRIVE 到底有什麼好不好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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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較硬一些 基本上就差在這個好壓的一個程度 還有貼紙上的一個 peach 貼紙上的一個差異 故意把這個設計比較卡 所以會發現很嚴重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你買了一些 глаза卡到嚇死人的話 可能47 它這個按鈴就會卡在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在敲下就要敲出來 啊但是我要講了一下 比較特別的眼魂有做過該動 這是盒玩版的 然後這個是特別版 然後大家發現一點就是說呢 這盒玩版本基本上也是可以自由壓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特別版 不同角度去看它的那個圖像 會變得出來的設計 GOSVO的收集方法很簡單 就是說這種特別的 就是全收 不管是什麼版本全部都收對了 主角啊或是15英靈的眼魂 隨便版本都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的攻略 EXE篇 EXE的收集的話也很簡單 這是我們前天開這樣一個車車嘛 如果你是DX版本的話 有沒有它上面會亮 但是呢如果你是核彎版的話 有沒有它是不會亮的 然後呢它這邊是直接上色 Ghosto的核彎跟飛彎 大家應該知道差一點 就是說它沒有帶燈光 這算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EXE的東西本身基本的價位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EXE如果你真的特別喜歡 但是你又沒錢的話 SG是個好選擇 因為呢 它直接壓就可以玩音效了 這個SG其實算是蠻佛心的 因為你壓一壓就有音效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棒啦 他們有出這種很特別的卡帶 他們家麥提卡帶才棒 還會在這種轉代表核彎版上面 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玩起來就很酷好不好 所以呢 EXE收藏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是小資族 或是其他收集全部其次 但是你又沒那麼多錢的話 這個的SG我個人覺得算蠻值得收 Bildo Bildo應該大家熟到嚇死人了吧 應該沒有人不懂Bildo的SG跟DX吧 這個是DX 這個是非DX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 就是它裡面那個 會動 然後這個不會動 這就是我們的DX跟非DX的一個差異好不好 其實這個改的非常簡單 到時候我們會出一集教大家 所以呢 Bildo的DXH我覺得都可以收啦 啊我到時候在傳授你們改的方法之後呢 你們改完就會覺得根本沒差 好不好 就 DX版本就是 有沒有 會亮 我這稍微快沒電了 還有這個可以轉 這也算是DX版限電的東西 但是呢 他們這時候又分了兩個種類 這是我們合玩的夜期嘛 壓鍵這邊改到這邊 另一種版本呢 有沒有發現 另一種版本一樣是可以轉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我也是敢的壓這邊 他們的按法都非常麻煩 他們的玩法也非常麻煩 可以看我以前做過的時望的影片 我介紹過很多次 像這種可以轉通常都是預約版本限定的 但是它沒有光效果 然後這一種的話 就是屬於純和玩 但是它會補足一些劇中沒有其次 我跟你講 富奇版本的表達 基本上有八成 全部都是這一種 基本上在時望片裡面 有做DX版本的 只有主騎士 主騎士的最終形態 然後剩下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合玩 合玩跟DX 我是建議全收 那一般基本上是 每一個全部都有出 合玩版本 但是他們這次又很奇怪 又把一些很特別 像比如說傳說騎士 Forset 他們又只出在合玩版 這個的話 我也是建議 收哪個版本都沒差 基本上還行啊 只是他們這個版本的話 有把比賽器閹割掉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啦 所以一張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一個假面食全系列 專注這個攻略給大家好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攻略應該是對大家非常有幫助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到每一支 我每次都忘了分享 掰掰